说起世界上的人口大国 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和印度 但是很多印度民众对中国持一种看不起的态度 甚至在外面宣扬 中国人存在人口上能比较印度 什么都比不了 就让印度民众在和中国的比较上带有一种流越感 近日一段视频就刷爆了印度和中国的网友 这段视频狠狠地击碎了印度网友的骄傲 同时让他们深深地向着沉沉 这个全长不到五分钟一段视频 它是从孟买到上海航班的实拍 在孟买大街上黑漆漆的 整个城市看起来死气沉沉 而且整个城市的建筑并没有任何突出 等飞到上海整个城市灯火通灵 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整个城市显得生机勃勃 给一种蓬勃的生命力的感觉 其实不仍在这方面中国处于领先方面 在城市基础见识方面 印度人也是比不上中国 印度的大街上充满了动物的粪便 而且到处污水层面 而中国现在大多是宽敞明亮的活油马路 就算是普通的农村也是有宽敞的混农土 而且中国的医保也让印度人非常羡慕 现在中国的科技飞速发展 医疗设备也快速发展 人们抗病的费用承担的也越来越少 而且现在国家还实行补齐重 基本上让每个人都能看起 但是在印度就不是这样 在印度因为医疗水平的低下 每年都会有很多幼儿腰植 还有的是因为贫穷 一些普通的感冒发烧 都可能成了药人的命 这怎么不让他们羡慕呢 好了小伴们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by bwd6